Leo聊事記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高冕人對上馬雅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布提圖 好,先來看一下大約六點重方向 黃方的選手是選擇了高冕人 這個是viper 高冕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房子裡面可以住進村民 而且有異次元農田的效果 可以讓這個村民不需要模仿或成人中心 可以立刻採集這個食物 但只有限定農田的部分 那你吃這些野味或是火雞 這個訓養的動物 還是一樣要放到城鎮中心裡跟模仿 那高冕人他的主力是重裝騎士 跟大肉馬還有大象、奴炮跟奴炮象 攻密路線稍微不太行 但是他後期的馬類是非常可怕的 數量可以非常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馬雅人 那馬雅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弓箭手的造價非常便宜 不管你是要出戰毛兵或是弓箭手 都有這個折扣上截免 那馬雅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 走這個弓箭路線搭配老鷹 但是老鷹的部分要到地龍時代 才會有明顯的這個使用度 在城堡時代使用老鷹爆的話 可能會因為產能不足 或是一些劣勢方面的問題 而沒有辦法打出極大的優勢 因為馬雅人的城堡時代的老鷹爆 造的速度並不快 而且沒有食物的減免 像鷹夾就是食物減免 那阿茲特克是有這個產能的效果 但馬雅這兩個特性都沒有 你等到中後期老鷹才會有明顯的 這個好用的地方 那馬雅人後期有這個大衝車 但是他的生女科技是不太行的 所以他要遇到生頭部分的話 只能靠自己的老鷹跟弓箭手去做處理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弓箭時代怎麼打 那馬雅人在前期的階段來說 不管是要吃鹿蛙或是爪蛙野豬 或是挖金礦石頭都會有這個自願永續15%的效果 意思就是說這個自願可以再採15%時間的長度 所以在前期的馬雅人經濟算是不錯 中後期也可以 但是還是要歸功於這個村民的正常採決 如果馬雅人的經濟一直被騷擾的話 這個自願永續的效果其實就用不太到 所以馬雅人也算是一個練基本功的一個好文明 但是他的文明特性開局會多預存的關係 所以配置來說又跟其他文明不一樣 所以馬雅人到底適不適合新手 就是有點因人而異了 因為這個多一村跟其他文明的配置比起來 就會有點不太一樣 好那高美人 viper這邊是18匹點下了封建時代 馬雅人這邊是18匹 還沒有先生 19匹升了上去 多了一村 好那兩邊都是一個正常開局 viper這邊看一下有偷字幕 所以時間上看起來viper好像領先很多 因為偷了一個直步的關係 那馬雅人開局的話是一定會下直步技術的 因為開局會卡人口 好這邊馬雅人三隻聰明拉出來想搞事 被viper給偵查到 這邊來看一下馬雅人要幹什麼事情了 好一上去在前線補了一個軍營 可能要前線射箭場槍毛前壓 但是viper這邊生時代非常早 這裡趕快再補一個射箭場 好弱馬配射箭場 來看一下要怎麼打 那應該有可能是打一個弱馬 配弓兵或是毛兵 那現在沒有挖金礦可能是配毛兵 那待會製布 製布技術要補一下才行 不然這個村民沒有穿衣服 被打的傷害是很高的 而且血量上差很多 好亮王塔還不在了射箭場的位置 好這邊看一下細節操作 拉了三隻村民出去 但是還沒有織布喔 viper有意識到自己的村民沒有穿衣服嗎 viper開局裸奔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裸奔這件事情 好劍塔順利拆掉 但是裸奔的情況依舊沒有改善 好這邊先用村民去暴打 但是馬雅人並沒有發現viper是裸奔的狀態 現在衣服還沒穿上啊 好三隻肉馬繼續吸引馬雅人的阻力 好這時候viper才注意到 原來我沒穿衣服 趕快點織布 好趕快收村 把這個村民放到房子裡面 就可以自有的進出啊 這個高免的房子可以住進村民喔 這是蠻強的buff 可以讓村民這樣子透過房子當作成本 隨意進出 而且還不怕無三怪亂開門 還不錯 好接下來看一下馬雅 這邊的弓箭手 數量是來到了 三隻毛兵跟三隻槍兵 還沒有轉出弓箭手 結果一隻槍兵被毛兵反殺 肉馬配毛兵 好這邊再拉了一些村民過來 直接手撕箭塔 這個箭塔應該是蓋不太起來 後面的毛兵努力打一下槍兵 槍兵被擊倒了一隻 用毛兵去打後面的 用弱馬去打後面的毛兵 後面的毛兵繼續輸出 先把槍兵全部解決了 肉馬就可以上前 前方的村民被打了一下 殘血的村民待會兒要拉走 會比較好 好這個箭塔 結果一隻村民 收進去 放出來 再補了一隻村民過來 OK VIPER這邊細節做得很不錯 但是一隻肉馬被槍兵 兩隻肉馬被槍兵給戳掉了 好 VIPER的四隻毛兵很努力在打擊 但是這個箭塔還在修理 但出道沒石頭 瑪雅的石頭完全歸零 好這一波交戰 瑪雅人打得非常的兇 VIPER這個村民可能要死了 沒有在空 哇被扁死了一村 後面的肉馬剩一隻 空好 這個村民小心 哇這個極限甩尾 回頭被戳死 哎呀 本來本來想要回頭收這隻村民 結果這隻村民活了下來 好 VIPER想要用兩隻毛兵去打這隻村民 好像有點距離 圍一下 圍不到 哇尷尬了 跑掉了跑掉了 好前期的戰鬥看起來是瑪雅人 有點做到點事情了 村民差距稍微打了出來 30村對31村 那這也是因為瑪雅人開局就有一村的優勢 好 好 MIPER這邊是點下1級農田之後 應該這個時間點就不會再大打出手 稍微防守反擊一下 出更多的毛兵 那這三隻村民一直在打架 並沒有採資源 其實是蠻虧的 而且MIPER這邊甚至只要拉一隻村民 去修理這個瑪雅入行 好這個槍兵有點麻煩 毛兵再互打一下 好落馬上去補些傷害 村民上前打架 好看一下這一波 這波村民往前 阻止瑪雅被拆 MIPER終於受不了了 這個瑪雅是怎樣 爆名流啊 五隻村民繼續往外搞 好MIPER把這個對手給逼退回去 MIPER的毛兵海對繼續按 好再補一根劍塔 補個人挖石頭 繼續打塔攻 MIPER這邊沒有劍塔 一直被騷擾 還是要補一根劍塔 對差一下呢 好這裡直接把農田刪除了嗎 還是吃完了 應該是自動刪除 好決定要往後撤了 好這根劍塔建起來 來 繼續拉村民往前進攻 這裡要打這個瑪雅 高免中點下了一擊射 但即死點了一擊射 打村民還是一滴血 三攻的傷害 打這個村民 想點的遠防 所以還是一滴 一滴一滴的魔 要魔死很困難 瑪雅被拆 後面要再補一個 好直接升差劍塔 這邊拉的村民非常多 八隻村民 這裡硬蓋 好這裡拉更多村民來打架 這裡要收村 然後拉村民進去 往前進攻 這裡可以蓋一下房子 讓對方村民沒有辦法往後撤退 然後後面這是一個連環塔 MIPER的村民先被暴射一波 但拉的村民實在是很多 這根塔應該可以瞬間拆掉 好毛兵這邊還在繼續控兵 好控的還不錯 這個一直有打到對方的毛兵 好現在分數慢慢被打開來了 現在MIPER的分數領先300分 支援部分領先了快要1000支援了 大概只領先900或是800支援左右 好 WIPER這邊點一下輪軸技術 繼續控制細節 這個經濟細節 是WIPER的最厲害的地方 他這個經濟型打法 是讓他之前長年可以獲得世界冠軍稱號的一個重點 就是經濟型打法 專心控經濟 用經濟淹死對手 防守反擊 好這邊再踩一根劍塔 WIPER這邊 應該是穩住了戰局 但這根劍塔應該是要棄掉了 這裡要修嗎 這裡要修 感覺很難修 後面好像會被射到 好 MAYA這裡沒有打算放棄 繼續把這幾隻村民在前線 沒有辦法做太多事情 MAYA這邊則是要來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 這邊再往前插一根劍塔 繼續升插 又是一個連環塔 MAYA又再次上前尬了一根塔 但這根塔不敢直接往前手撕 這裡應該可以直接手撕喔 後面其實沒有村民 好 往前手撕 但是村民血量會掉很快 後面毛病輸出很高 MAYA第一村要倒下 第二村有機會拿下嗎 MAYA人這邊努力 繼續有毛病反擊 但反擊的話要先打對方的毛病採襲 毛病打毛病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好 這邊稍微圍一下 把裡面的村民給困住 哇 這裡的村民有點難逃逸死了 右邊是有洞嗎 沒洞 這裡危險了危險了 好 這裡又蓋一個劍塔 MAYA再拉了一些村民 過來繼續打架 好 拉了兩隻毛病 過來收拾一下 好 這裡圍 先把這個金塔蓋好 好 待會再拉村民去前線進攻 殘血的村民往後拉 好 MAYA這邊細節做得很不錯 但是還是被擊殺幾隻村民 現在MAYA人的村民處 目前暫時領先 但右邊的村民 開始一直一直倒下 又拉了四隻村民往前進攻 這根劍塔 可能又要被拆掉了 好 MAYA現在慢慢 穩住了正腳 好 殘血的村民往回拉 好 殘血的村民往回拉 好 繼續進攻 好 村民往回拉走 搞定 好 右邊的這一個村民沒有收下 這裡低調的防護場 點下一擊挖石挖金 哇 這個自然科技 沒想到這麼就點 這麼早就點了 尤其是挖石頭 然後這邊點挖石科技 很有可能是VIPER要來打寶兵了 因為平常這個情況 就算你要挖出一棟城堡 也不會去 點這個挖石技術 因為這一百肉 待會可以點這個二級龍或二級木 都可能會更好一點 原挖石這個東西 並不是這麼常會用到的 除非你是要打寶兵狀況 就是VIPER現在可能要做的事情 那高明的寶兵是 奴炮象 那奴炮象這個單位 在前期來說沒有3TC 很容易斷產 因為這個奴炮象的造價非常昂貴 好 這邊還有少量的毛兵 繼續騷擾 VIPER這邊升到城堡 時代要直接前壓寶嗎 直接請瑪雅吃跟大亨寶 但瑪雅這邊決定是要打老鷹豹 OK 那瑪雅城堡時代打老鷹豹的優點 就只有金晃可以採得更久一點 打老鷹的這個時間可以再持續更久 好 那確定是要打老鷹豹了 這裡這麼多人我要進化 3個軍銀很明顯 意圖明顯 現在總共4個軍銀 產老鷹 OK 產能不足的問題 就是蓋更多的軍銀去應對 確實可以達成這個問題 好 那瑪雅的話 這樣子就可以批免阿茲特克的軍銀產能 這裡再補一個採礦地 這裡採礦效率太差了 好 左邊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VIPER一升到城堡時代 並沒有把石頭存下來 馬上蓋城堡 而是選擇了先蓋一個城鎮中心 防守左邊的墓區 好 這邊再圍一下 老鷹想要進來 被VIPER直接守住 這裡再圍一下 哎呀 來不及 好 還是被順利遛了進來 老鷹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不太害怕箭矢 還是高敏 VIPER要先轉一些騎士出來擋呢 現在出點騎士相當不錯 好 村民這裡要稍微撤退一下 危險了危險了 拉一下拉一下 哇 有幾隻村民被打死了 兵勇士也升級上去 現在攻擊力以下8滴 好 左邊再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3TC繼續穩容 現在這個情況 看起來是 瑪雅人 站上了優勢 VIPER這邊一定要按些騎士先擋一下 即使要打寶兵單位的話 也是要等到城堡出來 那現在這個空窗席 要按個騎士擋 才有機會擋得下來 到處都有老鷹 喔 又抓到一個殘血了 瑪雅這一波溜得很漂亮 可能 可能VIPER也覺得 正常的瑪雅應該不太會有老鷹豹的狀況出現 大家都知道老鷹豹這個東西 要特別注意的是硬家跟阿茲 瑪雅的話可能還好 結果沒想到阿茲直接打了一個老鷹豹 好 這個房子直接被打噴出來 現在四隻村民可能要被解決掉了 VIPER這邊還差100石頭 還是要用買的呢 但如果現在買石頭的話 現在連騎士都出不了 好 這邊就用挖的方式 黃金部分現在被控 VIPER現在斷金 左邊也沒有黃金 第二塊附金也在組前方的位置 旁邊這個土金阿茲 不是阿茲 瑪雅構得很好 看到這麼多老鷹在城堡實在 下一次都會覺得是硬家 不然你就是阿茲 好 這裡阿茲繼續往後飛 喔不是阿茲 瑪雅 瑪雅這邊繼續四隻老鷹往前 而且還產了一個衝車 哇 上面還有乘客啊 箱形車戰術又要來了嗎 結果前線蓋寶 看到衝車直接取消 VIPER很清楚 現在軍力無法鎖住蓋寶村民 直接補在了家裡 好 這個城鎮中心可能不保 好 用這個老鷹繼續往前飛 右邊有個洞 用騎士在後面進攻 老鷹直接戳到了村民 殘血往後收 好 但這邊的殘血村民又更多了 這邊要蓋好 應該是沒問題 三隻騎士順利守下 但左邊的城鎮中心應該是倒了 欸 結果最後一刻 村民是把這個衝車給解決掉了嗎 好 但是這個城鎮中心 再用剩下的老鷹去解 可能也不是太大問題 好 開始把一些村民收到這個房子裡面 開始運送村民出去 很流暢 好 防止運村樹 十四隻村民順利救了出來 OK 雖然損失掉一個城鎮中心 還有幾片農田 但至少村民沒有大量喪失 就還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這裡開始產生奴炮像了 那奴炮像這個單位也是蠻微妙的 因為他的攻擊傷害是攻兵傷害 所以打老鷹的傷害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痛 所以這裡打奴炮像 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那隻老鷹找到生旅 好 這裡繼續防守 衝車繼續頂 好 炮像開始慢慢產生 攻擊力是十點傷害 好 左邊透透溜了五隻村民 想要往左走 但是老鷹過來 可以看到嗎 好像有看到 趕快走趕快走 好 炮像出來了 可以打下衝車 但是金礦依舊是被控制的狀態 VIPER這邊急需野礦 好 這邊再往上走一點 就會看到野礦了 現在VIPER只能用買賣方式 去買出黃金來 好 但是終於看到了救命金 好 趕快下一個 城鎮中心 OK 防守做得很好 好 VIPER這邊慘招斷金 大概快要五分鐘 還是十分鐘喔 哇 這個時間有點長啊 一上城堡時代的瑪雅 就開始在控制了 看到這個階段 VIPER已經火了非常久 好 瑪雅這邊點下了縱火技術 也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資源不太夠 好 趕快收 在這邊進攻依舊是做得很好 MIPER還是被壓制在家裡 好 拉了一隻村民 過來拆好他的衝車 但衝車的上面乘客下來打架 瞬間就把這隻村民給擊殺掉了 上面的乘客有帶格西啊 這個格西直接戳爆了毛巷 哇靠 奴炮箱也直接被戳爛 哇 奴炮箱打老鷹真的是 有點抓癢的感覺 好 奴炮箱繼續串燒喔 數量要多起來 奴炮箱才可以拯救世界 後面這個房子趕快捂 又被抓掉了一隻村民 81村對59村 3TC繼續農 好 點下來二級射 有二級射的話 城堡跟這個城鎮中心的傷害 還有劍塔都可以增加傷害 好 增加一點射程 防守也會比較輕鬆一些 好 直接回頭補這些農田 反正我這裡是不需要模仿 就可以採收食物 但是防守部分 有什麼想法嗎 好 我們回拉走 好 又被抓到了一村 哇 奴炮箱這邊很難收 奴炮箱很難穩定下來 點了一個馬凱 要轉一些輕騎兵嗎 還是要繼續出騎士呢 整個肉馬 可能還不錯 好 現在野外的金礦處沒有被發現 如果這個地方被發現的話 Viper就很危險了 好 奴炮箱被打倒了一隻 數量上成型的還不夠 老鷹繼續飛 哇 現在是流行瘋狗流嗎 沒有再跟你講空兵的 衝到城鎮中心就完事 最近 越來越多大賽裡 都出現這種瘋狗流 哇 一直亂咬 咬就對了 反正被射死就算了 只能咬到村民就試賺 好 這裡拉了非常多村民 直接過來挖礦 好 這裡可以把村民放出來了 好 左邊的礦區被抓包 這邊村民要直接逃嗎 但是有被招響一隻奴炮箱 這裡有點難受 還是直接收撐 但是要跑的話肯定跑不了 Viper左邊的問題想要解決 拉了很多村民直接硬敲 敲掉一台衝車 再收撐 再放出來 再繼續敲衝車 好 盡可能的把這個衝車給敲掉 好 衝車中路解掉了 好 暫時可以收撐 繼續防守 掙取一點時間 好 組框的部分 終於把黃金給拿了回來 好 這邊稍微招響一下 但是老鷹有抗招響的效果 這可能要招很久 最後還是招響不到 太久了 好 轉了一些青騎兵 開始針對一下生旅 不然這個生旅 招響龍炮箱 是一大問題 左側的村民 最後還是要被追殺 看來是沒有辦法順利逃脫 好 Viper的村民術 開始跟瑪雅的村民術差不多 瑪雅現在3TC開始農 好 後面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3TC繼續開農 右側補下了瑪雅 好 現在對手使用 Viper的奴炮箱 去剷除Viper加附近的樹 這個想法有料 讓左邊的墓區瞬間消失 這樣就不能在左側繼續伐木了 而且有大量的洞可以往左飛 好 前面補了非常多的馬咒 剛才是有點想法了 先補個青騎兵 還有二級馬凱 提升一下生存能力 這邊石頭可以挖起來的話 再補一根城堡 防守應該就安泰了 好 青騎兵打老鷹還是有點吃力 最近人家是二房的老鷹了 好 現在四處騷擾 現在老鷹的分布有點多線 左邊這裡有一坨 這裡再補個大學沒有蓋好 主礦又被亂 這裡又被迫縮村 好 青騎兵加上城鎮中心的傷害 順利的把這些老鷹打到殘血 好 補了一個彈道學 提升一下劍塔的準確度 不然老鷹一直在攻擊的時候很難打得到 好 青騎兵上線 抓到一台托斯車 這裡很賺 瑪雅這邊補了一根劍塔 想要來嘗試空下這片墓區 瑪雅想要把所有的墓區給空下來 但是viper轉出了弱馬 這邊僧侶就會很難受 但是弱馬還是順利的被招降掉 好 金礦彩兵被拆掉 待會要再補一個 左邊老鷹又飛了進來 好 現在瑪雅 臭米蘇順利反超了 達到46分鐘 這個時間點 瑪雅的支援永續的效果 就會非常有用了 黃金可以採得更久一些 老鷹可以繼續飛 雖然竹礦採完了 但是其他礦還有兩個礦區 可以繼續採礦 繼續噴老鷹 MIPER這邊還點下了一個手推車 哎呀 這個手推車點下 經濟會更好 MIPER這邊經濟細節打得很好 好 瑪雅則是二級伐木也沒有點 甚至一級農也沒點 甚至一級農也沒點 這個專注進攻 都忘記要去點 這個農田科技了 好 農田科技沒有點 MIPER這邊經濟是已經來到城堡時代 最好的狀況 手推車也有了 那這邊只要再把自己的經濟穩定下來 轉出更多的肉碼 甚至就可以打得贏對方的老鷹了 好 這裡劍塔 又想蓋嗎 但是拉了很多村民直接過來手撕 好 這裡也轉出一些槍兵 手下落馬的問題 好 這裡非常多的老鷹 跟槍兵過來想要守 但是來不及 這個劍塔最後還是被MIPER給拆掉了 但是後方的老鷹也是溜得非常開心 到處亂縮 哇 MIPER的村民術下降得很快 剩下85村 左上角這一坨有點難解 這裡的村民要直接收到房子裡面嗎 哇 這裡又想溜 但這裡有個洞 MIPER又瞬間把它蓋起來 炮箱這邊開始串燒 關本獸打法 OK 但是右邊有個洞 還是可以溜出來 但是炮箱這邊串燒的效果 開始有感覺了 好 左側的問題暫時無法解掉 但是槍兵跟老鷹飛到城中心 還是被收村的村民給解決掉了 現在高免這邊確實要打贏的話 弩炮箱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因為弩炮箱雖然是遠程單位 但是他的體質夠厚 老鷹跟槍兵要打掉的話 需要一段時間 而且還要接近 防守單位來說的話 弩炮箱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高免升到帝龍時代 有火槍可以用 所以高免到帝龍時代 可能再轉火槍也來得及 好 這裡一隻弩炮箱 唉唷 這個弩炮箱好像串燒到了很多村民喔 地上一堆青色的屍體 白魄用了幾隻弩炮箱 也是打了一個多線 這裡有新騎兵開始防守 哇 這裡又抓到了一堆挖礦村民 好 正前方 白魄要來蓋堡了嗎 這裡 往前走 發呆 這邊是想要把這個礦需拿回來 好 村民解掉 等衝車來了 直接拉村民去打衝車嗎 沒有 回頭蓋個堡 高地堡蓋住 這裡終於可以穩定下來了 右邊的新騎兵砍得很開心 無雙開砍 砍了13隻村民 瑪雅人村民數下降得非常可怕 剛剛 VIPER的村民數非常落後 現在變成瑪雅落後更嚴重了 VIPER的多線打到瑪雅一個措手不及 經濟炸裂 開始有點穩下來了 102村對上76村 好 三台衝車 想要從正面突破 但是後方依舊城堡 好 整個三個生物 對手幫VIPER收集起來了 好 待會這三個生物 也可以讓VIPER接管回去 但現在還是要目標鎖住家裡 好 再給奴炮箱 稍微嘗試反擊回去 衝車 好 老鷹一出來 好 就被奴炮箱給輸出 好 箱形車上面乘客全部出來 但是正面的老鷹完全擋住 哇 VIPER用肉碼 降毒炮箱 還有城堡劍塔 順利的守住 老鷹這一步的飛 好 現在騎士也打一個多線 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經濟差距越打越大 哇 VIPER這邊防守了50分鐘 終於能出門了 終於能推出去了 這裡看起來 瑪雅人沒有辦法繼續穩定進攻 好 點下了帝王時代 瑪雅這邊帝王時代的老鷹 才會到100血 功能才會更強大一點 不然現在在這個情況 對瑪雅的老鷹 並不是非常有利 好 這兩隻弩炮箱 繼續控住了這個地圖 黃金繼續被控 VIPER的生率已經去世代發 準備要來撿生物了 這是準備領獎的概念啊 好 那現在看到四個層的東西 繼續運轉 但是VIPER的錯誤書已經明顯領先了 那現在瑪雅人要防守住的話 要考慮要不要轉弓箭手 那如果轉弓箭手的話 打奴炮箱也不是那麼的好的 所以現在高免遇到瑪雅 瑪雅這邊繼續轉槍兵跟老鷹 或許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那要不要轉生女這件事情 可能就只能放在家裡做防守 不能出去門外了 那家裡可能要開始蓋寶 建立防線 才能穩住瑪雅的經濟區域 好 不然這邊VIPER的騎士到處騷擾 真的是很麻煩 VIPER的窒息式騷擾也是相當難受 好 奴炮箱很害怕這個投石車 原來奴炮箱的裝甲單位是胡斯派裝甲 胡斯派裝甲 嗚 這裡原來有這麼多奴炮箱 哇靠 八隻奴炮箱直接散開 但投石車的雜訊傷害非常的高 但這邊是低打高 所以傷害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傷害減免的效果 好 升到帝王時代 VIPER這邊開始量產奴炮箱配洛馬的策略 左邊補下了新的城堡 控制了這個石頭跟黃金區域 瑪雅這邊升上去還有問題是 沒有足夠多的資源可以點金冠 黃金果還有三宮三房還有鷹有式的升級 這些科技都是需要大量肉跟黃金喔 雖然瑪雅這邊的黃金跟肉還是有繼續採 但是木頭有點爆量 所以這邊一直需要靠買賣去換取一些黃金 這也是因為瑪雅人剛剛出了太多的老鷹 現在金礦也不夠了 只剩下左邊這塊礦區 跟右邊這個礦區而已 這兩個是瑪雅的最後黃金礦 先點下了英勇士 精銳英勇士的升級 好 瑪雅這邊則是補下了三級馬凱 正面技術還有15秒 好 金瑞奴炮相也升了 瑪雅遇到這個情況相當同層啊 還是要轉戰毛兵呢 散彈戰毛 如果沒有黃金的瑪雅人的話 可以用槍兵配散彈戰毛 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那以火力來說還是有點差強 倫英就是了 好 這邊金礦也點下了 雙重武炮 現在武炮可以一次射出兩發的箭矢 炮彈數量1 就是兩發的概念 好 瑪雅人這邊點下了三級甲 防護率這樣就提升到了最高 但是血量還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好 終於後面這個高地補下了一根城堡 好 但是自己的主金花碗才補啊 好 但是這個死步的時間還算不錯 還是有些村被抓到 但還行 好 後方 肉馬開始飛 前面你用老鷹飛我 現在換我用肉馬飛你 我還不需要黃金 高米人這邊被迫收村 好 奴炮箱數量來到了27隻 但是瑪雅也轉出了投石車 再來要轉中頭的話 納吉奴炮箱的效果會更好 但是中型投石車傷害現在沒有辦法 穩定數量 瑪雅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Viper這一波使用肉馬配上 這個奴炮箱策略非常好 而且黃金到最後還有很多可以挖 左邊跟右邊這裡還在挖 那目前看起來 瑪雅的老鷹豹雖然有一滴的殺傷力 但是遇到了中後期 還是需要靠黃金果才能努力撐下來 因為到了中期之後 高米人這裡穩定肉量 可以繼續出奴炮箱加上肉馬的情況 老鷹的影響力就會下降得非常多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Viper拿到支援上勝利 Viper守了50分鐘 最後贏的比賽只靠了10分鐘 就讓瑪雅達到潰步成軍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